看到那道光了嗎 聊天室裡頭謝謝Lia Chen 西班牙的華人來了 我們等一下會有國際題 好 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們先來台灣 我們看到楊小婉說 隧道裡哪裡會有光 這個講得很好 這表示什麼 火車已經快要出山洞了 你才會看到光 你剛進山洞的時候 前面一片黑怎麼會有光 這是否代表著 民進黨的人選答案要揭曉了嗎 蔡煌已經點頭同意了嗎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陳時中說 事情做完才會到火車站 他說他不會在月台等 事情做完才會到火車站 大家就想問一句 那你做完了嗎 現在防疫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做完了嗎 全世界的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這種指揮官 大家都還在全民防疫的情況之下 陳時中是不是已經要出來選了 他剛才的身體這個 嗯 大家看到了嗎 嗯 所以這個嗯 到底是什麼意思 大使怎麼解讀 就是他很想選 他是一個非常有政治野心 鄭重洪心 對 他非常有政治野心 這個我們都老早的看出來了 把一個專業的工作 搞成一個政治工作 為了多少人的這些健康 甚至身家性命 他不曉得是要做完 什麼叫做完 現在全世界疫情在大遊行 台灣的疫情也在 好像也在 也沒有控制好 他什麼叫做完 我不曉得 那個完是給他搞完蛋嗎 我覺得很早 人家就呼籲他下台了 他要真要負責的話 早就該下台了 所以他現在真的就是 他就是站著這個位子 在那邊打個人的知名度 當作個人的一個表演舞台 他每天花兩小時 坐在那邊搞記者會 東扯西扯 講了很多金句 幹什麼 就是為個人嗎 這個說實話 我覺得就是說 放眼望去 這種疫情指揮官 具有個人的政治野心 這是一個大忌 他把這個工作 他當然要考慮到 自己的政治前途 政治的這種出路 所以你就看到 他在做疫情指揮官 多少多少的 因為政治 而把專業丟在一邊的做法 你比如說護航高端 這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甩鍋萬華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 當初疫苗的分配的時候 你看看執政黨的縣市 沒有什麼理由 拿的就比較多 對不對 然後你桃園出問題 然後他從來都不吭一口氣 不吭一聲 這是幹什麼 這都是政治 桃園的問題都不是大問題 都不是大問題 他資源的分配也有問題 最可笑的就是他買這個疫苗 買到現在 當時我們到現在 都不曉得他到底買了多少 對 當時不是說 莫德納的次世代疫苗嗎 都沒 你看現在 他就是信口開河 然後都是政治考量 真正的專業 是從專業的良心 從這些精準的數據 據說服力的這種專業知識 來做這個位置 你看他做的是什麼樣 真的是我覺得 真的是世間少有 讓他在這裡做政治表演 不過他大概也真等不及了 每天晚上還要去喝酒對不對 還要去唱歌 這個中間真的是 也說實話 他事實上 我想現在談不攏的 大概就是叫他出來選哪裡 他是野心很大的 看來他出來選是勢在必行 只是說選哪裡了 對 是哪裡了 看怎麼談這個意思 對 好 接下來新華 我覺得這樣子 會不會大家 會覺得不公平吧 因為每天下午兩點鐘 這防疫記者會 你就要看阿中 看阿中 以前我們就看防疫 很單純 防疫記者會 我們當然看防疫 但現在不是 他現在會回答防疫以外的 大家會問他 防疫以外的問題了 比如說你的下一步生涯規劃 是否與政壇有關 他也會回答大家 要等那一道光 我們先來看一下 旁邊這電視講 來 2月18號大家先問 問到了阿中的這個 是否現在具備資格 我不知道 那是否在等通知 沒有在等通知 看到亮光就知道了 要等誰告訴你 沒有等誰 是我看到亮光 我就知道了 反正從頭到尾 他都一直在講 安心的話會出來選嗎 他說記者剛才裡面有問 這個亮光可能是什麼時候 大家都安心安全的時候 我只能說 他說的大家是誰 安心安全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大家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 第一劑第二劑疫苗可能沒打 還有很多人 我知道我身邊有朋友 他第二劑沒打 他不是故意不打 他是因為他本身打了第一劑 反應太大了 他害怕去打第二劑 第三劑疫苗 大家都已經打了嗎 聊天室讓我知道 打一劑疫苗你幫我加一 打兩劑你幫我加二 打完三劑你幫我加三 有沒有海外的朋友 有打第四劑的 你也幫我加四 讓我知道 現在大家打疫苗的狀況 你真的安心了嗎 結果他就一個 基本上他說相關的是很複雜 能夠選的話 就一定會辭職 這個是一個 等於是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阿中辭職 大概就知道了 對 其實我覺得陳時中 他坐在這個防疫 沙皇的位置上面 每天享有媒體獨特的關心 我相信陳時中的起心動力 一定也是會 有一點捨不得 離開這個位置 因為他有至高的權力 跟媒體的關注 這第一個 不過我想提兩點 第一點當然是 剛剛大使講到 陳時中真的是一個 很有政治味的這樣一個人 我想講的是 大家記得嗎 這個之前 陳時中不是去一個 有酒女陪侍的一個地方 銀行高歌 紅酒乾一杯 他看他那樣子豪氣沒有 所以我想說 陳時中 你每天坐在記者會 政經為座 真的太委屈你了 你真的是很有表演的天分 我真的覺得 真的埋沒你的這樣的一個才華這樣子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陳時中 他其實雖然說 享有這個媒體的焦點 可是我個人觀察 其實在去年有一個事情 叫做是校正回歸這件事情 校正回歸一出現之後 我覺得全國嘩然 你政府竟然可以用一些 行政的手段 把這個確診的數字 往後遞延 然後遞延來遞延去 然後可以改變整個 我們確診情勢 想向上走向下走 我覺得在去年的 叫校正回歸的事件發生之後 陳時中 他其實已經 就已經喪失了 唯一的權威的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 大家記得嗎 各縣市首長各司其職 覺得你這個中央指揮中心 真的太不靠譜了 各縣市首長 也紛紛的挺到第一線去 做好自己的防疫 我覺得陳時中 其實在過去去年的 這個校正回歸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喪失了所謂的 叫做唯一的這樣一個訊息 掌控中心的這樣一個 至高的地位 所以也就是說 陳時中的光環 是已經在消散當中的 從這個民調數據來看 當然陳時中 他現在的滿意度 大概還是五成多 但是大家注意 他的不滿意度 已經高達了三成五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 非常微妙的轉變 所以我必須講 陳時中他自己也面對 一個化學變化當中 我覺得很多事情 他真的不能夠太俏皮 他真的應該好好的 謹慎的一個來思考 因為他已經不像是去年疫情 一開始的時候 他坐在神壇上 我覺得他神壇的地位 真的是已經岌岌可危了 那麼其實我覺得 還有另外一個觀察點 就是說 從去年大家看到 我們的防疫 我們的疫苗 採購不足對不對 然後買BNT的時候 政府一直東卡西卡 還有剛剛提到的 桃園的漏洞 我們機場第一線的 防疫的漏洞 我覺得其實這也代表 其實我覺得其實陳時中 在過去真的被過度的神話了 為什麼其實我覺得 我們國內的防疫的成績 基本上還是靠著大家 勤戴口罩 還有一個很重點就是 我覺得民眾在 防疫的過程當中 大家有個心態是 自然而然會比較 心向中央政府 希望維護中央政府 做好防疫 所以基本上來說 並不是陳時中做得好 而是我們全國民眾 本來的衛生習慣就很好 我想提的最後一點提醒是 OK 陳時中你要參選 你想選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覺得所謂的這一道光 這一道光的解釋有兩種 一種是人生的希望在前面 有一個可能是 我們看過電影對不對 有些人有所謂的 賓死經驗的時候 也會有那一道光 所以到底這一道光 代表什麼東西 只有陳時中你自己心裡知道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恳請你記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知道萬一你要投入參選 你必須要卸下指揮官的位置 我覺得你千萬不要搞這 所謂的慶祝行情這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為了營造你自己投入選舉 好像把我們這個防疫做得天下太平 你要有個慶祝行情 千萬不要這樣子 你千萬不要為了你一個政治的動作 而去這個 掩蓋了我們防疫真正的現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句話 坐一天和尚 坐一天鐘 千萬不要因為你自己的政治算計 或是你要盤算一個什麼時候 要投入選舉 而來影響我們防疫的政策 掩蓋我們真正的防疫的狀況 這是我覺得陳時中 你不管在哪個位置上 你都必須還是要掛念的一個 全民的健康安全 要把這件事情當作第一的首要任務 電視頻 我記得在這件事情 還可以見到這件事情 在哪個位置上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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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